品世间美酒交天下朋友 大家好,我是何以见得 今天跟大家一起 品酒,品人生 白酒分 青、浓、酱、凤 各种相形各有千秋 人生也分成人 而立不惑知天命 一个时代生肖轮回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白酒和人生 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少数民族 依旧保留了传统的成人力 就是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那一碗 白酒喝下去 就表明你已经成人了 从一个懵懂少年 变成一个入室卫生的青年 就像我面前的这瓶 清香型白酒 香味 清淡 入口 微甜 回味 净爽 刚刚接触白酒的青年 可以选择这样一款 清香型白酒 作为一个入门 虽然入室卫生 但依旧要面对社会 而清香型白酒 它的从香味到入口到回味 带来的刺激感 带来的冲击比较小一点 就像刚刚入室卫生的青年一样 而我们到了儿立之年 成家 立业 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家庭责任 而生活中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平淡 往日的清静 需要的是更加浓烈的刺激 冲击 就像我面前的这个浓香型白酒一样 它的香味 浓烈 入口 辛辣 带来的刺激感 是更加的强烈的 而当我们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早已看透了人生的百态 早已悟出了人生的更多的道理 就像我面前的这瓶酱酒一样 经历过了一年酿酒的周期 两次投料 八次发酵 九次蒸煮 七次取酒 三斤高粮 二斤大酒 才能得到这一瓶酱酒 所以有很多到了不惑之年年龄的人 喜欢上了酱香型白酒 酱香型白酒 经历了那么多道工序 以及陈楚的年限 再加上它的酸甜苦辣色都有 而且它的回味更加的悠长 像极了那个年龄段的人 所以品酒品人生 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您对白酒 对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跟我一起来品酒 品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关注 点个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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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